我82年做了美院的助教以后 我就开始上课 就是上花鸟画 这个时候我就在陈上峰导师的指导下 就是讲的不是技术 他这个讲实际上是文人们 把植物的生命的属性四人化了 就是把人的那种状态给放到了自然态里面 我们以前学画的时候 就没有人讲这个东西 只是把他的形式感和狗玩就算了 所以我的导师告诉我 要这样去讲课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就是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就是看到了画的后面 有很多精神的东西 所以我就曾经就停止了我的创作 因为我当时的创作里都知道 这个画人物的 比如像屠杀大火这种 所以我就停了他两年左右 然后我就开始找一些可能性变出来 所谓的结构 就是水墨就是这样的前提下来的 我是一直都是从写实那种过来 包括我小孩的时候的学传统 包括美院的四人的训练 所以我就只能够从写实里面 找一些结构的源源 比如从一些以前的花辽化局部 从一些青铜器的造型 从一些陶器的器皿的造型 这样子去把它变 因为我们当时没钱 我的材料不一样的 包括洗完笔以后的水 都把它变成是我的颜色 或者淡漠来画 所以我后来很多宣纸 我都从来不一样宣纸的 所以后来就变成宣纸 上面画坏了也没关系 所以继续画画画 所以很多重叠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省了 我当时做实验有一个想法 是不要毛笔来到做水墨 就是规定自己不要用毛笔 看看怎么做成水墨 所以我很多就靠丝了 靠烧了 靠水了 然后最后甚至用足球 来到踢足球网了 这样等等 下面有一样作品就是这个网 就是用足球那个烂网 钉在墙上 就拿个足球舔的墨 就踢进去这样画出来 87年实际上我画到这个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画 因为我一直这样画 画了很多 一天有说真的画很多张 好像不知道怎么画了 然后就决定把它停下来 那么就画了一个句号 所以这个方块实际上 就是一个句号来的 结果通过这个停下来 然后就画出一个空间出来了 那以后就继续这样画 这个方块就变成是个空间 就是空间 我一看83年的画 84年的画 我还是感动 因为能够看到那个年代的那种 青年人的那种热血 和希望改变的那种意志跟行动 然后我们当时很烈 很暴力 要改变 也可能是我们参加过 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原因 然后就发现很乱 是心很烦躁 就想找一些比较能够稳定自己的那些手法 所以我们就想到学点宗教的东西 后来我们又找到了道观 就这样就慢慢就是这样走过来 后来为什么还有千层墨的这种所谓的安静的那种境界 是靠这样子一条线转过来的 如果没有83年的到87年的这种剑拔鲁杖的水墨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千层墨 80年还是81年我去了西安 看获取病物做那些写生 我就很喜欢获取病物那些雕塑 工人们就是利用了那个石头的整体一个大的外形 把它像流就做个流 像个什么动物 它就刻一点点就变成一个动物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有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这样的 然后最感动我的还是武则天的这个没有字的一个碑 一个巨大的石碑 这也非常美 已经相伤为一种观念 就是相伤为一种文字说不出来的一种历史 所以我以后就是很多时候很感触的东西 我就觉得实际上图像的力量特别有分量 没想到很偶然就跟西方的所谓的观念艺术就走到一起了 就起码我们打了个招呼了 是吧 在这个点上我们曾经见过面 没有碰撞 也没有交流 我们只是走过去的那个时间 我们互相招招手 打个微笑 我是一直这样以为的 我也问过马尔丹后来 因为变成朋友了 问马尔丹你为什么会选上我 他说他没有见过一个人 当时没有见过一个艺术家 是在传统里面走出来的 在当代里面 应该说是比较少像我这种人 出去中国海关的时候 就问你的话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东西还需要批 然后就是到了巴黎就没作品 一看有一点着急了 因为听马尹老说我旁边都是很重要的人 空间就这么大一面四面墙 但好处是他有很大的工作室给我 因为在拉维里面都是空的 然后有一个多月的创作时间 他们材料费没有限度 你要什么就有助理帮你去找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有风书店 进了好多的墨 就这样就开始就疯起来了 真不知道画什么 当时有点紧张 你必须要画 可是你不要想你画什么 你就是画 所以我一天就画三次墨 在同样的那个造型上 最后就出来了 那个形呢 因为你图案以后宣纸的墨 它会跑的 实际上你第一个形 你可以控制在这个形 但是到了第十个形 你在继续画的时候 它已经跑掉了 意外的是后来发现 越画的越多的黑 它就越亮 它就越白 又很兴奋了 这不是到家意思吗 在蓬佩都那个空间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安静的东西 更多是有一种禅的意思在里面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后来同样的风格作品 在海盗宝的时候 就产生另外一种看法 因为海盗宝那个空间 真的很报告是很极少主义的 当你两个作品 又那么极少主义放在里面的时候 我也同样离开空间来挂的时候 他们就以为这是一种 很冷的一种法西式的东西 这个让我想很久 如果那个年代这种作品 在中国美术馆挂的话 肯定会以为是 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的 所以这种作品很有意思 它在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空间 它会产生不同的解释 这个四张千层抹 实际上最后已经是 不是具象也不是抽象了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黑的时空 因为在我身上发生很多事 首先是去留问题 因为我出国前我要申请了三个月的签证 然后系里面就不同意 他就利用这个方法就把我给开除 然后就回不去 但是如果我回不去 我在欧洲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时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在发生天天都报道 天天面对的一个还是一些流动的东西 就是自己就没有一个扎得住根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心比较慌 还好我们有过一些修行以前 所以我就强调自己应该找到一个很重的东西 把自己给安定下来 所以其实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之下 我就一直就是画一个很重的一个方块 坚持了十年 我从89年一直画到99年 我才开始停止千层抹 所以这个所谓的千层抹的成立 也不是说也那么偶然 就是只是从内容形式上的东西 他就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种基础 是我的基础 我是从这里来的 从毛笔来的 我从墨来的 我从宣子来的 我从这一块里面的行动来的 这个十年的那种所谓的过滤 我把千层抹说成是我的等待 我的观察 我的过滤以后 那你已经知道你的定位在这里 不是知识分子 也不是个老师 也不是个艺术家 我是一个行动者 一个寺的行动者 他从寺里面派出来了 传统的寺 但是我就把它承认在这一块 我就接了这条线 作为我的传统 不是为了想影响社会 我更想影响我自己 提升我自己 如果我的自己提升了 那很清楚 摆在那里再过一百年 别人知道到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我特别喜欢的艺术家 刚才我们前面谈过的那些人 都是很多在那个社会里面 他也不想影响社会 他只是想表达他自己 但是他实际上是影响的 你看像宋慧中 他真的是影响到今天 我们还在用他的那个整个系统 你看像张峰 像那个徐薇 可以说是改变一个 一个时代的美感的那些高人 他们是一种存在 真实的存在 作为一个艺术 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存在 我的艺术 实际上是很真实 我是从每一个脚印里面走出来的 包括我在中国的时候 包括我到了海盗堡 一到海盗堡 我发现 它是得过拉曼主义的发源地 我在深度地了解拉曼主义的时候 我就发现实际上 跟我学习的那个道家思想很接近 它是承认失败的 它承认死亡的 它不把死亡看成是死了 所以一下子就 一起就觉得 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 在天朝宝的作品里面 也感觉到这个就是创造跟毁灭 一起的 伤和死一起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很开放 这时候就没有东西了 它最后就是一个东西 就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我的生活上的一些积累嘛 比如前面刚才谈到 那个我的老师林军选 他为什么跟郭某柔那么好 林军选送了一个宴台给郭某柔 端宴 然后郭某柔回了一首诗 讲关于端周的宴 跟佛山的简直 特别有意思 通过一个宴台 有多么有精神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传统来的 对于石头的这种爱好 实际上从米夫 从宋徽宗 包括从红山文化 梁楚文化 对于玉石的这种 这是我们本身民族的这种怨言 一个人如果没有那种珍贵的 金贵的那一面的话 做人干嘛 这个金贵应该通过这种 对于历史和对于美术史的那种认识 才用金贵起来 我们的金贵 金贵是吗 金贵这个词很微妙 很美 对于玉石的这种 是 你 在 有缓 对于卖 inters